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 你我二人缘分已尽 真心这种东西 我求言从未有过 秦公子 只有半炷香的时间 千万不要耽搁了 多谢 你什么功德 这不算什么 比起小时候姨娘的打骂 王妹妹这都不算厉害的 我使了银子 四处找关系 去打听邱博夫的案子 只是现在还没什么头绪 但是你放心 无论邱博夫的案子怎么定 我都一定会带你走 我已经想好了 我登风头过去 我回去把你数出来 带着你还有邱明和姨娘 我们一起去岳州 你不是只要在那儿长大的吗 然后我们在那儿一起开一间书 书轩 我近日来 不是听你说今后的打算的 我不会跟你走了 以后 我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不想跟你去穷乡僻壤受苦 我当初接近你 不过是因为我想要当英国功夫的太太 可如今我介入英国功夫 已经没有任何可能 你要让我跟你私奔 去当个下酒油的商贩 你不觉得可笑吗 那教坊司又何尝不是 教坊司出入的都是达官显贵 凭我的眼力跟能力 很快就会找到夏家 做个宠妾 锦衣玉食地过一辈子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现在是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你又何必说这样的话呢 相不相信有你 你可别忘了 梁雨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厌恶她 也不过正因为她看穿了我 好了 就当你是魔性寡义之人 那你不如索性骗我到底 脚下多抬几只船 在你盘服上别人之气 就由我来护你周军 你放在那段话 简直是破诊培处 你可至于对我再无半年轻 就应该直接同我断绝往来 你约我出来 不就是因为你舍不得 还想再见我一面吗 秦公子 你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 你我有二人缘分已尽 真心这种东西 我求言从未有过 放存天地 共携手此生不变 消失初见空都一定心间 只愿修得公圈童年 就我静态 为你甜美到 寂寞执念 这我心里柔情了 言相悦又破绝 放存天地 共携手此生